大家好,我是何尊宝 上个世纪1986年7月到9月间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 发现了几个巨大的商代祭祀坑震惊全球 这个祭祀坑所在的位置 就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三星堆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出土了一大批重量级的青铜文物 由于这些青铜器的造型极其诡异 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文化的产物 因此吸引了各界学者对其进行调查研究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 就陈列着三星堆文号中 极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 三星堆青铜图木面具 只要大家站在这件文物面前 就很容易被这面具的一个特点所吸引 那就是这个面具上的眼镜做得特别夸张 眼球向外使劲凸着 几乎成了一个柱状 这种暴涂眼球的诡异造型 成为了三星堆文化的特征之一 那为什么三星堆的新鸣 在制作面具时会做出这么夸张的眼睛呢 或者说这种眼睛的造型有什么解释没有 这说来就有意思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中国刚刚打开国门 人民群众对外界的一切充满好奇 但是当时别说互联网了 就连电脑都没普及 别说电脑了 就是年代的时候 电视在一些地方都没有普及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的人家里没有有线电视 电视上得放一个天线接收信号 一边看电视一边调整天线角度 所以说今天咱们用智能手机APP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很多人没经历过信息极度匮乏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好多事你们可能都不太理解 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 但是信息来源又极度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就会选择相信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UFO不明飞行物 什么人体特异功能 什么气功大师在北京发工就能扑灭大星人领司令大火之类的 有人说你讲的这些和三星堆有什么关系 还真有关系 因为三星堆一直以来就是神命主义爱好者热衷谈论的话题 上个是90年代开始 只有好多人坚定的相信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建立的 然后写了各种各样文章进行论证 那文章写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不见大家自己在百度上搜索三星堆和外星人这两个关键字 你自己看看 我们国家博物馆讲解员去三星堆学习交流的时候 哎呦天呐 三星堆博物馆讲解员这顿给我们诉苦 说老有观众在展厅里一本正经的说 三星堆是如何由外星人建立的怎么样怎么样 在展厅里压低声音就跟那讲解员说 说哎没事 你们私下跟我说句实话 三星堆这是不是有外星人来过 然后那讲解员就很无奈啊 说没有了事啊 您看那些都是网上虚构演绎出来的 我们这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外星人之类的说法 然后那观众就静静的看那讲解员 看了半天 点头说行了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知道你们这有保密条例 你们也不容易 然后那讲解员就气得直翻白眼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什么外星人啊 什么之类的说辞 我觉得其实还挺可爱的 至少呢让大家听一个乐也挺好 当然呢 严肃的学术界很显然是不能接受外星人这个说法的 和于三星堆青铜布面具的造型 目前学术界有这么几种观点 我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种解释呢 与其说是解释 不如说是一种猜想吧 这是在商朝时期三星堆所处的古属国生产力水平的比较低下 当时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 人们往往束手不策 在这种来自大自然的不可忤逆的压力之下 人们就逐渐的有了一种憧憬 就是可以提前预知未来 然后预知远方的事 让自己提前采取行动回避灾难 无数人认为啊 人要想看得更远 看透党在未来和远方之间重重迷雾 眼睛就得做得特别大而突出 所以在青铜面具上就出现了这样夸张的造型 谁有这种眼睛 谁就是当地传统文化中的先知 当然呢 这也是非常浪漫的一种推测 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棒的国产纪录片 叫宇宙与人 这个纪录片里就引用的是这种学术观点 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 期望通过对眼睛这个器官的延长 而求所宇宙的向往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解释听起来很美 但是有点太泛泛了 不太能够证伪 接下来有两种解释 我觉得可能与事实更契合一些 关于古蜀国的记载啊 在文献中其实并不多 主要集中在两本古书里 蜀王本记和华阳国志 在华阳国志里记载说 上古时代 古蜀国的境内 也就是大概今天四川省这个地方 有一个君王名叫蜡丛 这个蜡丛有一个特点 就是纵目 所谓的纵目呢 就是眼球突出的样子 蜡丛的后人 在祭奠蜡丛的时候 抓住了他这个特点 并且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和神话 于是呢 就要大家看到这种青铜突兀面具的造型了 而且蜡丛这个名字 大家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 大家在中学语文课上 一定曾经学过李白的一首诗 蜀道难 这诗是怎么说的 易序系 微乎高在 蜀道之难 难于上兴天 蜡丛其于福 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 李白在这首诗里提到蜡丛 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那个古蜀国的上古君王 在这和大家多说一句 这件文物的名字 虽然是青铜突兀面具 但是这东西可不是戴在脸上的 高耀松也没这么大脸 大家要是在国博的展厅里 你从这件文物的侧面看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青铜面具侧面是有插口和嵌槽的 据专家推测 大家看到那个青铜面具 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是安装在木质或者泥质的身体上 那个时候一个神像 如果通体全身都用青铜做的话 一是难度大 二是成本高 所以神像的身体就用木头做 脸做成青铜的 而且那青铜面具刚出土的时候 脸上还化了妆 嘴上涂了朱砂 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这个面具 一定是在大型宗教祭祀场合上 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 祭祀残从的庆典上使用的 第三种解释 我是比较信服的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点 那就是任何人类历史中的文化行为 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 三星堆的突破面具也不例外 考古学者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古代文献记载 古蜀国的一些地方 其实不适合种粮食 除了小麦 其他粮食都种不活 专家到现场一看 才发现当地是严谨地 尤其闽山那一带 用古代的话说 就是土地刚拷 不宜无古 所以这地是种不活粮食的 不过话得分两面说 这地方虽然不适合种粮食 但是也不完全是个坏事 因为古蜀国在咱们今天四川省境内 离大海比较远 所以当地人是不可能晒海水作盐的 可是人又离不开盐 于是古蜀国的百姓就把当地盐挤的土 反复煎熬 用这种煎出来的土盐当成海盐吃 当然在这得跟大家多说一句 古蜀国所在的那个地方 基本上是古生代至中生代的前变质盐 各盐层严重缺点 长期使用这种缺点的土盐 古蜀国的人们就因为内分泌失调 换上了甲亢 甲亢这种病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脖子重大 然后眼球突出 直到近现代的时候 四川那些地区还依然是甲亢病的高发区 古蜀人在制作青铜面具的时候 想必也注意到了自己这种特征 于是就把这种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和神话 也就形成了今天那些秃目面具的造型 说不定古蜀国的君主残从 就是一个严重的甲亢患者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对吧 毕竟那个地方的环境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三星堆或者金沙遗址 如果没去过的话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那个地方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 我们国家博物馆讲卷 自诩为见多识过 就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 但是即使是我们到了三星堆博物馆里 都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国博那件大青铜面具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了 但是三星堆陈列的一件青铜面具 好家伙比我们国博那得大出三圈也都不止 看着都吓人 而且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里还陈列着一棵 将近四米高的青铜巨树 我身高一米八 两个我落起来三倍六 那青铜巨树将近四米高 而且还不是全高四米 大家在展厅里看到那断了这一截 就剩下那一截就将近四米高 全高多少已经无法考证了 虽然我不相信关于三星堆那些什么神秘主义的说辞 但是我承认三星堆确实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 因为那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创造出过辉煌灿烂的文化 但是却没有用自己的文字在历史中留下支言片语 三星堆在时间线上和殷商在时间线上是有交集的 而且他们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甚至还有一些交流往来 但是三星堆的先民怎么就没从商朝人那儿学会写字呢 这一直是让我觉得特别奇怪的一件事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古蜀人没有任何文字遗留下来 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也被吹散在风里 我们也只能靠猜测去追忆他们了